为满足性欲,社工偷拍女人去厕所 连未婚妻洗澡都偷拍过的主管级社工崔伟坚 早前被裁定,两项有为公得罪成 分期也取消了 法官判他监禁18日 扣除已经还额的19日 他即日重获自由 案发在去年10月,葵冲一间社会服务大楼 女工洗洗下伤曾人事赤隔 竟然有部录影中的相机,怀疑是偷拍 就通知职员,包括当值主管的被告 被告一见,拍到个上身衣服和自己一样的人 就禁止影片 同事跟他对质不成,通知上司 警方修复影片,见到5个女人去厕所 辩方求情说,被告的感化报告正面 精神也无问题,偷拍是为了满足性欲 又有教会和家人支持他 扣押19日已经是很大的教训 希望不用判监 裁判官罵被告,严重违反承讯 考虑他以前有责任和勤力,有悔意 重犯机会未就轻判18日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